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用少有的温和语气跟我说 屋后种菜 堂前种花 露台用圆木栏杆 是你喜欢的田园风格 杨叔 没有五十万的造价 这个房子盖不起来吧 我再说一遍 我要在城里买房子 女儿马上要上小学了 我不会让她回老家读书 我气呼呼地说道 杨叔沉着脸关了电脑 拿起车钥匙转身就走了 她就是这样 固执的像毛坑的石头 夫妻过日子就应该有伤有凉 她却是一手遮天 凡事总想自己说了算 我和杨叔都没读过多少书 在城里拼打小十年了 还没有个落脚的地方 刚结婚的时候 杨叔在工地上当民工 我在超市做收银员 要攒钱还结婚欠下的债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后来我生了女儿不能上班 幸好杨叔开始承包些小工程 日子才慢慢好过一点 前年 杨叔拿出所有积蓄 开了一家小建材店 我带着孩子手电 他在工地上干活 我们没白没黑地拼命 这才攒了点安家的钱 杨叔要在老家盖房子 我想在城里买房 我们为此已经吵了好多次了 我想着 杨叔平时在工地上干活辛苦 他秉性固执 生活上的小事我都迁就着他 可是 关乎到房子的事 我不能让步 杨叔的老家很偏僻 就是盖个金鸾店 对我们来说也就是个养老的地方 我们现在都在城里打拼 买了房子能住得舒坦一点 再说 女儿上学是大事 有了房子才能上个好的公立学校 可是 不管我怎么说 杨叔根本不当回事 没办法 我就说出了狠话 你要是在老家盖房子 我们就离婚 杨叔好些天都没有回来 我也没有给他打电话 他平时在不同的工地干活 三天两头不回家是常有的事情 我也没有往心里去 我一个人守着建材垫久了 一些男人干的活 也做得手到勤来 那天 我看到客户 裁下来的一块木板扔了可惜 就想简单加工一下 当作橱柜里的隔板 没料到会出事 我用手动电锯的时候 不小心割了左手 当下 血就躺了出来 皮肉翻起来 看到了白生生的骨头 女儿吓得大哭 叫了隔壁的邻居帮忙 把我送到了医院 邻居送我去医院的路上 就给杨叔打了电话 可是 我做完手术第二天 他才急匆匆赶到了医院 他进了病房 开口就说 你没事找事 这什么木板 这下好了吧 我把头扭向一边 没接他的话茬 我麻药散了 伤口秃秃地跳着疼 身边只有女儿 她勉强帮我买点吃的时 我还担心她跑丢了 书业上厕所 只能让病友家属或者护士帮忙 我一心想着杨叔来了 我心里能踏实些 谁料他进门就指责我 杨叔也没有多说话 起身就出去了 他回来的时候 带了一大堆吃的交给女儿 没事别乱跑 饿了 让你妈叫外卖 她转过头 扒拉着手机 头也不抬地对我说 我刚才给你训医药费了 再给你转点钱 反正是医生给你看病 我留在这里也没用 然后杨叔转身就急匆匆走了 他来医院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我一句话也没跟他说 我隔壁病友的陪护 是个四十岁出头的大姐 我住院这两天 他没少帮我 他见我脸色气得铁青 就帮我掖着背脚安慰说 你老公也是真走不开 我在过道听他打电话 好像说家里盖房 你们建房子可是大事 要是不盯着点 工人偷工减料怎么办 你别生气了 有啥事喊我就行 轰隆一声 我耳边响起了一个炸雷 难道杨叔瞒着我 已经在老家开工建房子了 我给老家邻居婶子打电话 我才寒暄两句 他就直接切入了 我想打探的话题 我知道 盖房子这么大的事 你不回来 是不想见你婆婆和他男人 挂了电话 我差点晕了过去 受伤失血多 身子就虚 不说杨叔对我不关心 他瞒着我盖房 已经把我气个半死 现在又冒出婆婆和他男人 要是我身体能撑得住 我当下都想扯掉书页针头 回杨叔老家闹一场 老家邻居婶子说 我婆婆满村显摆 说儿子给他盖别墅 以后他和老张就不走了 老张是婆婆找的男人 现在脑梗后一阵 走路摇摇晃晃 得有人照顾 看着阵势 杨叔执意要在老家盖房子 应该是跟婆婆商量好的 婆媳天生就是对头 可是 嫁为人妻 赡养老人是千经地义的 但是提起婆婆 我气就不打一处来 杨叔十二岁那年 他爸就患病去世了 孤儿寡母 天天晚上有光棍汉 往他家的破院子里扔砖头 杨叔妈就招了老张 上门撑门户 老张是外地人 由村串巷卖老鼠药的 长得人高马大 却是一副懒骨头 吃不了苦 舍不得卖力 就凭着两张嘴皮子 把婆婆哄得团团转 听说 他在老家还有妻子儿女 他赚点钱都烧回老家了 根本不管杨叔 杨叔渐渐懂事 他看不惯老张 十五岁就辍学去工地打工 后来 经人介绍认识我以后 从订婚到结婚 所有的钱都是杨叔连赚带借拿来的 结婚那天 我们收了点礼金 杨叔正在轻点着钱 攒计着先还点账 婆婆推门进来 一把夺过钱 数落杨叔 没把老张当回事儿 要把礼金拿去给老张 杨叔总觉得他爸不在了 他妈把他拉扯大 不容易 除过老张这件事 他对他妈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婆婆把礼金夺走了 杨叔红着眼眶 勾着头不吭声 我吞得站起来 从婆婆手里 把礼金又夺回来了 凭啥把钱给别人 结婚没有给天一分钱 外面欠了一屁股债 礼金我们要还账 婆婆掐着腰 骂我刚进门就惹事 老张闻声赶来 叫嚣着要打我 杨叔推散了老张一把 他就地倒在地上 说杨叔 成了家就不把他当人了 吵了大半夜 老张说 他在家里待不下去 要走 婆婆收拾个包袱 要跟着 杨叔要拦他妈 他哭嚎着 要生死相随 第二天 整个村子都传遍了 说我这个恶媳妇 刚过门 就把婆婆赶出去了 父母也骂我 说我把他们老脸 都丢光了 我在村里待不下去 这才跟着杨叔 到城里打工 我生女儿那年 婆婆回来了一趟 她拢着手 站在床边看孩子 杨叔让她留下来 照顾我坐月子 她却说 找了份扫大街的活 走不开 还说 她生杨叔第三天 就下地干活了 女人生孩子 不能太娇气 我当下 气得奶水就回去了 杨叔在工地干活 脱不开身 月子里 都是我给孩子洗尿布 到现在 大夏天 我冻点凉水 手就发红发痒 婆婆平时 给杨叔打电话 除了要钱 没二话 她扫大街的工资 从杨叔这里要的钱 都贴补给了老张了 这两年 我看店 还要带孩子 有时候 忙得一天 都吃不上一顿饭 累极了 我也跟杨叔说 婆婆现在回来帮我一把 将来她老了 我养她 否则 我就当没这个婆婆 我说到婆婆 杨叔就黑着脸 不说话 到后来 婆婆成了我和杨叔 之间的禁忌 谁也不轻易提了 我没想到杨叔 闷声不响 瞒着我盖房 而且 还让婆婆和老张 住回来 我给杨叔打电话 颤抖着声音说 你给我马上回来 要不 我带人回去 把正在建的房子拆了 然后 把店卖了离婚 杨叔 根本没理会我 他应该想着 我就是知道 他正在盖房子 也不能真的回去 把房子给拆了 木已成舟 米已成饭 我能把它怎么样 我在医院 输了两天夜消炎 就办了出院手续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转让店面的消息 发了出去 杨叔 把我的心伤透了 我是真不想和他过了 把店盘出去的钱 足够我和女儿 买套小房子 女儿上学了 我找份工作 娘俩也能过得好 杨叔有个朋友 想接手店面 打电话 跟杨叔商量价钱问题 杨叔可能没想到 我来真格的 他隔天 就从老家赶回来了 杨叔进门 对我就是一通骂 你发什么神经 你知道开个店 有多不容易吗 我拼死拼活赚钱 给你开店 你就是个败家养们 我一句话 也不想跟他多说 直接甩出了离婚协议 杨叔一把夺过协议 揉成一团 扔进了垃圾桶 他红着眼圈 哽咽说 别闹了 行不行 我知道瞒着你 盖房子不对 可我也不容易 杨叔说 他妈年龄大了 早晚是要回来 一起住的 而且 他还舍不下老张 如果在城里 买了房子 一家人挤在 一百多平米的屋子里 肯定会闹矛盾 他要在老家盖房 就是想着 房子大 院子大 实在不行 可以各住各的 杨叔还说 他从小在外打拼 就是想让他妈 能过上好日子 后来 结婚有了女儿 他觉得 肩上的担子 更重了 他就是想让家人 都过得好一点 他的心思 都用在赚钱上了 可能 对我不够关心 让我多包含一点 我也知道 杨叔不容易 可是 我看店带孩子 也不轻松 夫妻心在一起 再苦再累 日子也有笨头 如果 各打各的小算盘 凑合在一起 有什么意思呢 杨叔养他母亲 天经地义 我凭啥 要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都贴进去给婆婆 和老张 盖别墅 家里有多少钱 我心里有数 要把别墅盖起来 装修好 杨叔要借不少钱 将来要还债 还不得拿店里赚的钱 去添窟窿 我执意要把店盘出去离婚 杨叔见我来真格的 只好让老家正在盖的房子 先停下来 婆婆闻声就赶来了 她进了门 窃窃地坐在小凳子上 叹息一声 开了口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我没伺候你坐月子 也没帮你带孩子 以前 主要是你和杨叔 跟老张过不到一起 我想着搬出去住 少点矛盾 婆婆说 老张现在病了 那边的儿子女儿 让老张回去可以 但是 不能让婆婆进门 她好歹跟老张过了十几年了 也不想半道上 把她舍下 在老家盖房子 确实是她的主意 她还给杨叔添了两万块 那是她所有的积蓄 婆婆说 她也七十多岁了 想有个落脚的地方 老家原来的老屋 漏风漏雨的 住不了人 要是我为这事 要和杨叔离婚 那房子就不盖了 杨叔坐在旁边 捧着头不吭声 她乱糟糟的头发 都打了结 晒得油黑的脸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 大了十岁 结了老后茧子的守村了 裂开一条一条小口子 她是对我关心不够 但是 她累死累活 赚的每一分钱 都用在过日子上面了 过日子 不能太贪心 她能舍命赚钱 心思又细腻 固然好 如果图一头 男人能赚钱养家 还是让人心里踏实 婆婆再不好 也是杨叔的妈 女儿的奶奶 她这一辈子 过得也不容易 我心里 够不着对她好 但是 也不能把她往外撵 我也知道 杨叔的心思 她想在老家盖别墅 是堵着一口气 父亲去世后 她和母亲 受的那些欺凌 刻在骨头里了 她就是想把房子 盖得高大气派 为母亲和自己 争口气 但是 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要根据自己的 勺大碗小吃饭 有多少钱 办多大事 没必要为了面子 拜排场 杨叔和婆婆认了错 我心里堵的那口气 也消了不少 离婚的念头 也打消了一大半 我跟杨叔提出了我的条件 老家可以盖房子 但是 只能盖一层 够婆婆和老张住就行了 省出来的钱 我们在城里 买套小房子 先把女儿上学的问题解决了 婆婆身子骨好 她愿意照顾老张 我也不拦着 但是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 将来 婆婆要是照顾不了老张 她就得 回自己儿女那边去 老张如果为这个家出了力 但凡她对杨叔好点 我们也得给她养老送终 这十几年 婆婆心甘情愿 养着她 供着她 我和杨叔 可没有这个义务 再说 她和婆婆 也一直没领结婚证 将来 婆婆需要人照顾 我即使不能把她当亲妈伺候 盛碗饭 端口汤 洗洗涮涮这些事 我还是能做到的 毕竟 人与人的感情 都是需要经营的 要想得到相应的回报 首先 得要先付出 杨叔和婆婆 避开我商量后 答应了我的要求 离婚的事 我也就没再提了 这世上 哪有什么神仙眷侣 大都是在婚姻里 摸爬滚打的柴米夫妻 过日子 就是两个人 磨合碰撞的过程 积极想办法 能把问题解决 谁愿意 一言不合 就离婚呢 你们说 对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